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简单哥 跟着简单哥做菜 让你生活变得很简单 好简单哥今天要来做什么料理呢 非常实用又非常简单的一个料理 也是众多粉丝一直视讯粉丝团说 可不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蛋料理 简单哥今天就想到了一道非常适合分享给你们的 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去吃拉面的时候 他一定会咬一粒一粒 旁边再给你看个单点一粒 就是我们这一道非常的滑嫩又非常的香 超级好吃的糖心蛋 这个东西如果有配上拉面 真是超级绝配 真的是一碗麵加一粒 简单哥再加两粒 来今天简单哥呢 用超简直的方式 来教你们如何完成一道糖心蛋 ok以下食材请解读 ok来因为我们要热水 所以我们现在先开锅一下 再来我们有做一个小巧思 你们可以不妨可以试着做 来准备跟涂丁 来准备 来我们在我们尖尖的地方朝下 我们在比较椭圆的地方 来我们稍微的给它 我们稍微给它搓一个洞 全部都给它搓一个洞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你等一下 我们在拨蛋的壳的时候 会比较好拨 看不见这会 ok现在我们的水滚了 来来来滚啊 我们先加点盐巴 煮蛋加盐巴 来加点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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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拉一下 那再来我们把我们的蛋 全部的放在我们的这个网子里面 小心翼翼的放 然后呢 我们这个滚的水呢 来我们就直接给它 来直接下去 稍微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让它轻轻的全部下去 我们在用这个蛋的时候呢 我们用常温的蛋 没有冰过的蛋 下去水滚就大概六分钟 不用盖盖子 泡在里面 稍微给它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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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差不多六分钟左右来 这时候我们关火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蛋 全部撈起来 赶快去给它冰蒸一下 来人呢 稍微走开 来我们去瞬间的给它冰蒸一下 来我们准备一个 有加了冰块的水 来去冰蒸一下 好为什么要冰蒸呢 就是我们让它瞬间的降温一下 不要让它一直先去盐盖盆里面 它会有弹心的感觉 在我们的蛋在冰蒸降温的同时 我们来做一个弹心蛋的烟酱料 首先我们加我们的水 来来倒油 来来加我们的米酒 好来来加我们的胃泥 来最后把我们的糖全部给它 还有糖 还有全部下去 我们给它 然后我们的 来弄个喇喇 攪拌均匀 好来我们冰蒸的过程 大概五分钟 稍微给它敲碎 然后我们放进去 可能从没做到卡卡来 来 然后我们 剥一颗看看 哇哦 来 剥剥剥剥剥 来 剥起来完美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 酱料里面 再来剥一二颗 简单的 蛮好剥的 再来我们剥我们的第三颗 来 最后一颗 酱酱酱酱 我们把它泡到我们 腌制好的酱料之后 我们大概需要进冰箱 一天的时间 完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有提前一天做好 我们现在只是教你整个过程 是如何制作我们的 糖心蛋 好我们来 换我们做好的过来 好来 我们的 提前制作的 糖心蛋 好我们现在把它切对半 让你们看里面 有一个糖心蛋 的感觉 好来我们放在这边 好来 有没有 哇 来我们的糖心蛋 美味完成 简单哥的美味 试吃时间 那这糖心蛋真的 我没时间做 但这个配拉面真的超好吃的 大家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腌制大概一天左右 那我们现在就来尝尝我们的糖心蛋 这个比很多拉面店好吃 超好吃的 减米粉下去的蛋白部分 然后我们的蛋黄 又有糖心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 不要浪费了 这个我吃了好几个都没问题 我最喜欢吃这样的熟度 来 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蛋黄熟一点 我们热水烫大概六分钟 如果你想要让它熟一点 再加个一分钟 一分钟左右 它就不会像这样子 会滴下的感觉 一旦你个人的熟度喜好 去斟酌 来 我们的糖心蛋 可以完成 简单哥下属随心不韩呼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到我的YouTube按账 订阅加分享 也要开启小铃铛 更要记得到简单哥的粉丝专言 按赞追踪 抢 先看 脸书搜寻简单哥大加点 大家一起去加入 记得成为我的一家人 最重要的是 简单哥的IG 已经弄好了 那里面有很多美丽的土屋料理 还有简单哥的生活点滴 都会记载在IG里面 赶快去追踪 我是简单哥 我们下次见 拜拜